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小考验 大概意思是找一群小孩 给他们一颗糖 并且告知如果可以忍住当下不吃 可以在结束的时候再得到一颗糖 很多小孩忍不住糖果诱惑 立刻就吃了 而那些忍住没吃的小孩 得到了两颗 通过跟踪调查 发现他们在长大后考试成绩更好 适应能力也更强 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一定会是那些 当场吃掉糖果的小孩 毕竟眼下拿到手的才是真的 但后来我慢慢发现 好像不是的 小时候吃焖面的时候 我会把五花肉留到最后一口吃掉 满足感倍增 上学的时候我会把想看的小说存着 等周末一口气看完 而不是抽空就看 长大了谈恋爱的时候 我会相信关于未来的承诺 而忽略现在 我并不开心啊 我们这类小孩 好像从小就被教育成了 擅长 延迟满足的类型 所以才会在很多人生选择里面 委屈自己 来换取虚无缥缈的 有可能美好的未来 仔细回想一下 我一直是个焦虑感特别重的人 看似随波逐流地走到了今天 但是生活中 总是周而复始地 陷入焦虑和恐慌中 我从上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焦虑赚钱的事情 起初是焦虑即将花完的生活费 大三开始焦虑毕业后的工作 于是我很早开始兼职 开始实习 开始想办法存钱 我一直很骄傲于 从大四实习开始 就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 但回想我的大学生活 我做了什么呢 我好像离快乐的时光很远 那些聚会打闹 熬夜写论文 这些场景对我来说 都很陌生 我还记得临近毕业的时候 我换了一份全职工作 并且得到毕业就转正的承诺 于是我用一个周末 写完了毕业论文 请假去参加了毕业典礼 没有提前准备 所谓的仪式感的毕业 匆匆拍了账 拿了证书 就回去上班了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的人生没有寒暑假 只剩下法定节假日 我当然没后悔过 我在大学做过的工 也是那些事情 让我顺利的走到了今天 但偶尔刷到和校园有关的视频 还是会想 为什么我没有过这样的快乐 把满足感都放在未来 错过了人生唯一的四年 真的是对的吗 这份焦虑感 体现在我的感情中也是一样 老实说上段恋情的四年半 有大概两年的时间 我都在焦虑未来 从对方 以及对方的家人 表示可以早点结婚的时候 我就开始焦虑了 我还是更有意识地存钱 并且陷入无休止的思考中 如果结婚 是不是还得换一个 离新家近一点的工作 是不是没多久 就会被催生 是不是要督促对方努力工作 是不是要规划 如何安排 去哪过年 是不是要更了解 彼此的家人 是不是真的拥有了 结婚的条件 是不是这 根本不是我想要的 天知道 当我们分手的那天 我也才23岁 我到底在干什么 恋爱难道不是用来 让人快乐的吗 为什么我感受更多的 是焦躁和迷茫 为什么爱情不能简单一点 享受当下的快乐 其他的顺其自然就好 为什么我不能当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开心就继续 不开心就分开 该死的颜值满足 让我变成了一个 无法安心享受当下的人 后来我看到过一位 70岁的阿姨 分享生活感悟 说好东西 放到最后 就是浪费 这句话让我直接开始 审视自己的人生 放到最后才吃的五花肉 因为吃的太饱 似乎也没那么美味了 习惯性先收起来的礼物 放着放着 就忘记了当初的喜悦 在感情里不断焦虑的未来 也因为没好好经营关系 反而失去了未来 那些自动延迟满足的选择 最后换来的 并不是更大的满足感 而是无法享受 这件事物本身的惆怅感 也是那位70岁的阿姨 她说有时候 所谓的节俭 其实是一种浪费 因为世间万物 都有她的期限 在一段时间里 她是最有价值的 你不用她 过了这个时间 其实就成了浪费 是啊 幸福和快乐就像冰淇淋 拿在手里 就那么一会儿 在融化之前 我们要把它先吃掉 所以啊 不要再把延迟满足 当成有定力 有自我控制力的象征了 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 都不需要你这样为难自己 春天很好 花开了就去看 不要等着花开更满 活在当下 都要受到耳朵起见了 问问自己 做到了吗 我希望你能够好看 要用多少个晴天 交换多少张相片 还记得 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 小而温馨的空间 因为有你在身边 就不再感觉到害怕 打步走向前 一天一月一起一年 想不想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写着属于我们 未来的诗篇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想知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圈 情歌在一瞬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要用多少个晴天 交换多少张相片 还记得 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 小而温馨的空间 因为有你在身边 就不再感觉到害怕 打步走向前 一天一月一起一年 想不想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 写着属于我们 未来的诗篇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想知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停在记忆里面 最美的画面 因为有你在的每天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想知其实就是一种缘 多值得纪念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切停格在一瞬间 目标签在一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